今天命稍微好一点了 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对卡车夫妻的事 我看了卡车夫妻道歉的这个视频 我觉得这只能说明啥呢 只能说明吹牛最后自己啪啪给自己打脸 还在抖音上扬言起诉什么各种小博主 那天我就说了 他对这个美国的法律了解太少了 这两年保障姐姐打了很多的官司 包括就这个名誉权官司 在美国你作为公众人物 美国的法律有一条就是有一条豁免权 只要你是公众人物 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谈论你 我们不能随便去谈论去批判一个普通人 但是不管是公众人物明星总统 我们都是有资格去批判的 保障姐姐一直做视频呢 是从来不趁任何热点 所以熟悉看保障姐姐视频就知道 保障姐姐是一个佛系博主 视频长长短短都不止 很多人都不愿意看的长视频 是保障姐姐主要做的内容 说这两夫妻的话呢 只是单纯就是看不惯他们 才想揭露他们的前世今生 并不是想要趁他们的热点 首先这两口子当年捶爆了 美国这个卡车行业 我们就已经心生不满了 但是心生不满 那也无所谓 为啥呢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一点 擦边不合法的情况 他捶爆了也就捶爆了 大家就合合法法的 正规的弄就可以了 不足以上纲上线 让我跑到视频里边去吐槽他 但是呢 他俩做的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呢 他就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国家高度 所以保障姐姐要站出来吐槽他 首先他说人家油管上的那两个博主 反华博主也好 怎么也好 不管人家是什么博主也好 人家引用了你的视频 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国家高度 而你呢 不去针对他俩 然后呢 你跑到抖音上来说是 有美国的博主去坑害你 自己人坑自己人 我就想请问了 抖音哪个博主这么厉害 能把你的视频让国外的两个博主去播出 去上升到国家高度 跟你是有杀父之仇 还是杀母之仇 雪海深仇 要把你俩的事情要上升到这种国家高度 而且一副智力行街 看不惯人家这个小博主 说人家在油管上没有多大的流量 只有几万粉丝 后来人说 这两个博主 在这个油管上有200万的这个粉丝群体 你要知道在油管上200万的粉丝群体 可比你那100多万的粉丝群体 那力量大多了 那粉丝的含金量 跟你都不是同日而语 都不是一个level的 你还看不上人家 说人家的这个流量低 包括有很多博主都在说 说在美国领福利很正常 谁都在领队 在美国领福利确实很正常 保障姐姐13年没领过 今年因为生小孩还领了孕妇白卡的福利 没问题 你拍视频也没问题 她的问题在哪呢 是说你拍了视频也好 领了福利也好 但是呢 你在对外媒发现了以后 你不应该转头回来咬咱们国内的这个同胞 特别是还要吹牛去告人家这个国内的这些博主什么的 我就不信了 你舍得花那几万美金打一个前站 只是打个站水去请个律师来告吗 我才不相信呢 你把我把我头割下来给你当凳子做 我都不相信你舍得花那几万美金 而且只是打一个站水 并不是说这个官司打完才花几万美金 而且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天荒地老 上个视频保障姐姐说她去占便宜没个够的 去拿人家的可乐 拿人家的矿泉水都得还要打包好几瓢回家的这种 其实就是自己的本质有问题 贪小便宜就是你们的本质 就应该从内心的去检讨自己 以后不要再犯 而不是说哪一个博主去眼红你是个百万大V 是一个网红 在美国生活的人谁关注这个问题啊 你开着劳斯莱斯都没人眼红你 还别说你才是个百万粉丝的网红 那东北江一千多万粉丝 咱们都不眼红他 你一个百万粉丝算什么 那在中国的博主就更眼红不了你了 一个生活在美国的 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更是不大嘎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